郭文貴議員 好來 這個好久不見了 重回我們的協商會場 那麼我們四個黨團都已經到現場 我們就宣布開會 那麼今天協商大概有類一個議題 就是開議日要拿一天來開議 這麼一個議題 那麼這個議題時間確定之後 後面有一些程序上的問題 要徵求各黨團的同意 另外 今天時代力量黨團提出一個 朝野共同針對香港 這個反送中引起後續現階段的 相關的問題 提出一個共同聲明的建議 這個等一下請各黨團 看有沒有什麼意見 這個我們就納入 等第一個開議日 討論完之後 再看看針對時代力量黨團的提案 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那現在我們針對第九屆 第八會期開議日相關問題 我們議事單位提出兩個時間 第一個是九月十號就是禮拜二 第二個是九月十七日也是禮拜二 因為九月十號 開議之後 那麼九月十三號就中秋節就開始放假 所以 中間就放了大概有三天假 那麼九月十七號就開始可以一連貫的繼續下去 那我們當然是徵求各黨團的意見 那我們現在請各黨團表示意見 來 好來 各位來 柯總長 好 那 我認 已經要開議到 大家各黨都有一些心理準備 至於開議日期是幾號 我們認為就是說 十三中秋節 那現在就是 接下來最快就是九一七 我們九一七跟 那以過去的慣例差不多是這個時候 也有可能是九月中下的 好 那 那剛好碰到中秋節 然後 我們認為 九一七是 是可以 是應該是可以 跟大家來討論的日子 好不好 好 民進黨黨團是建議 九一七 來 謝謝 好主席 各位同仁大家好 好久不見了 今天 基本上 我們是贊成 九一七 來 因為其實 很多的 立委 他其實這段期間 中秋節前後 他要跑很多的 這個活動 尤其他今年大家要 要改選 壓力很大 所以我們有同仁反應說 是不是可以 九一七 那另外 過去的慣例也大概就是 中下旬以後 好謝謝 好 那 好來 李總召 我大概調了 往年的 從民國八十幾年到一百零 零八年 零七年的 大概看了他 大概九月份 下個會期開議日期 開議日期 大概都是在九月二十左右 那 當然 可以去談 不過 翹好卡著 也是卡著一個年假 其實九月十號 結果 兩天 其實 也 也 沒有辦法特別是如何 所以我們也覺得 九一七是一個 合理的事件 好 來 許總召 OK 謝謝院長 那 我們是希望九月十號 那我當然 了解到說 中間有個這個 中秋假期 不過 開日當天也不是所有委員都會到嘛 主要是負責政黨代表的資訊 那最重要其實是 大家想知道行政部門接下來 對於很多重大政策跟看法 所以我們是希望能九月十號 那其實越早越好 那 其實 那時候 委員們大概就是負責政黨代表的要到嘛 那最重要還是行政部門都要出來啦 然後我想針對一些重要議題 其實我想大家會關心 那 這邊還有聲明 我等一下會再做報告 那其實這個也是蠻緊急的 所以我們才會希望說 開日能提早九月十號這樣 這個 九月 開議之後 隔天我們就要 委員會就要照明冊 再過來就是要選舉 所以一定 假設九月十號的話 十一十二委員都要到 大概十二號都要到 要選招委 所以 不是院會的問題 是委員會的問題 因為我們 接著就是要 九月十號 十一號就登記委員會 然後十二號就是要製造明冊 十二號就要選舉了 那 如果十七的話就十八十九 所以一定委員在中秋的前一天 都要回到院會來 是這一點最麻煩 不過就像院長講的 其實委員會這樣也可以 順早展開啊 對 但是就是中秋節之前一天 區域的立委大概都在跑中秋的活動 這個才是最麻煩 不過我們還是認為越早開始越好 九月十號 那 反正 一串就下去啦 中間不必再隔三天 的一個休假 那如果能夠支持一致是最好 因為這個沒有表決的啦 我了解啊 所以那時候 如果院長提十號或十七號的時候 我們就認為說 十號是可以啦 因為我們當然是給大家參考啦 對 那如果九一七 堅不堅持 我們還是希望能提前啦 但 因為 你還是有蠻多事情要處理的 那我當然了解到說 中秋節其實很多委員有行程要跑 不過這也很確定大家都會在台灣嘛 所以 你委員會如果早上選舉或是報到 其實 我覺得都還是可以處理的 這個 這個我想 這個是大家要協調啦 因為這個也沒有 這個政黨協商也沒有辦法表決啦 就是說三個黨團都已經表示這樣的意見 時代力量能不能 因為十七號 依照 往年的時間 我們已經提早幾天了啦 因為我們這一次也有臨時會嘛 所以提早幾天了喔 那 大家都 如果都覺得十七號可以 三個黨團都同意 能不能時代力量這邊就 勉為接受啦 我想提早還是可以的啦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是 接近選舉搞不好我們 也會之後也會提前 也會提前 有人會 就是說選前搞不好 整個院會或委員會都沒辦法進行 那如果是後面會撿 那前面其實是不是早一點 也可以 那我想院長提出來也表示說 其實院裡面也覺得十號是可行的嘛 對啊 如果以 以院裡作業的程序是十七號會比較順啦 好啊當然我們是把可能的時間提供給黨團來選擇嘛 那 那當然如果你要我來表示意見 還是 在程序方面比較順利 十七號 對我們的工作人員來講 會比較順利啦 那 那 我們就 表示 那大家都 好嗎 十七號 大家今天三個黨紀元 這樣講 我們就十七號 好不好 因為你中間空一個三天的連假 實在 中秋連假 大家提前也沒有心情啦 那些委員 專程中南部 然後 禮拜三 禮拜四 又要跑來一趟 齁 啊 大家這樣 哀啥 這個市長 假如你提前的話 不是只有回來 我們還 那中間我們黨團會議什麼東西都要 都要調黨來 是差不多整個禮拜我們都要調回來 要開黨團會議啊 優先法案 我們很多程序啊 各黨都有這些程序啊 所以會提前 在中秋前 大家全部要回來 這樣好不好 我們 我們還是認為十號啦 啊 如果你們要十七號開 我們不背書這樣子 啊 不背書 好 那 這位後面有流程啦 如果 這樣子啦 齁 我們 九月十七號開議 那 原則上我們就這一天開議啦 但是 時代力量當然可以不背書 那我們 就是大家有一個默契 就是十七號開議 大家不要有 齁 到底沒有背書 表示說支持啦 就是說 啊 時代力量是提議 九月十號開議 要這樣講 不支持 當然我也不會去背格啦 好啦 好啦 那就這樣子啦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原則上 這立場很清楚啦 齁 就九月十七號啦 齁 那麼 那麼 開議日 我們就依照 網律啊 依照網律 民進黨黨團 推派四人 國民黨黨團 推派兩人 時代力量黨團 及親民黨黨團 各推派一人 那麼 質詢 順序 就依照 親民黨黨團 時代力量黨團 國民黨黨團 順序 順序輪流 交叉方式 這個 大概從一開始就 都是這樣子 第一天啦 齁 啊 這個應該大家都不會有意見啦 齁 那麼 總一雙案 我們希望在 我們建議在第二次 院會進行 第二次的院會齁 我們是二五一次會 齁 但是這個是禮拜二 所以我們是下一次院會 就是禮拜五 對不對 對 所以那個禮拜五 我們就進行 總預算案的報告 以及質詢 趕快互委 那結算也要可以一起注意 沒有 結算 結算 來 跟各位黨邊報告 就是說 如果我們第一次開一日 是進行實證質詢 嘛 那我們第二次院會 我們 我們意思處是建議說 第二次院會來處理總預算案 然後我們用一天的時間來處理 就是禮拜五那一天 那禮拜二我們就繼續做 行政院長的市政報告的質詢 因為預算案是 這個會期是預算會期 那大家都還蠻重視的 那我們就 用一天的時間 質詢完畢就 就復委去 做審查 對 那結算呢 那結算 那結算的部分 因為涉及到說 最近那個 總統有送那個 審議長的 統一權行使 那因為審議長的任期 他就直到 有三年嘛 對對對 到9月30日 10月1號就任期到 他會有副審議長先帶領 那我們可能還有個 統一權行使 那這個部分就是要看大家 黨團意識說 決算的這個 副委諮詢 過去都是利用半天 對 那他的這個時效性 就是看大家 有沒有要早一點去處理 那是另外我們在協商的問題 好 來 來 陳公總召 過去的慣例啊 總預算報告都是一天半 那 等一下 過去 都是一天半對不對 過去有一天半 他是跟決算搭配 那另外我跟 跟黨編報告就是 我們上個會期 上個會期 這是第八會期 上個會期我們 行政院有送一個 一百零八年的總預算 跟前瞻第二期特別預算 我們就是利用兩天的時間 報告的時候 其中一天 做總預算的質詢 然後一天做特別預算的質詢 所以 總預算用一天 也有例子啦 但是大部分都是一天半 大部分都是一天半 所以還是維持一天半 沒關係啊 一天半之後 一天半你就把 如果是一天半 對如果是一天半 我會這樣建議 就是說 好不好 那就一個 一個院會時間 先把總預算跟結算 一併處理啦 一天半 總預算啦 半天結算啦 好不好 因為我們 現任的省記長也比較知道 結算啦 新的省記長來 OK啦 好 那這樣好不好 可以 好 那謝謝大家 那麼 總預算案的報告以及質詢 建議第二次 院會進行一天半 一天半 禮拜五 跟禮拜二的上午 那 第二次 院會的 第二天 就是禮拜二 那九月幾號 二十跟二十四 那二十四號下午 進行決算的 一個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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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好 那這個就 確定啦 那麼 第四 程序委員會的招委 慣例是 以 就是 不在選舉啦 那我們是不是 就不在選舉 因為我們 因為有黨團幹部 有替換了 所以我們需要改選 那你們 要不要 可不可以讓他們補 就是你們 地補 地補上來就好啊 你們自己報就好了 你們自己報上去 自己換 OK 他們自己會用改選 然後自己去地補出來 然後民進黨會地補出來 這樣就等於 也是 你們有地補嗎 沒有啊 你就地補 地補 那就用推選的 就推選啦 好 我們黨團協商可以推選 好 好 就是你的名額你要誰 你看誰就誰 好不好 就是黨團的名額要更正 齁 那我們也接受 我們就 黨團之間的協商就是 準於地補 準於更換 齁 這個 有些要選舉搞不好 他不當了齁 更益 準於更動啦 啊這樣好不好 這個把它記錄齁 好 好 那 呃 我們大概開日以及相關的事宜 都已經確定 那 請 來趕快 好來 那麼針對 我們現在就來討論 這個 時代力量黨團提出 啊這個 這個朝委員的共同聲明 來請 許總召 呃其實我們上個會期 在院長主導之下 那時候也有關於 反送中 也有一個共同的聲明 齁那 廣受好評啦齁 這個社會 都覺得我們 有積極的回應 香港的情勢 那 從那時候到現在 當然整個情況更加的劇烈 那 呃 黃之鋒這些香港朋友 這幾天也都在台灣 然後會拜會各黨團 齁 那他們關心兩個事情齁 一個是關於 目前的狀況 還有 可能港府 呃 香港特區政府 會不會請 動用這個所謂緊急 緊急法 那它這個是一個非常老的法律 1922年定的齁 齁 它有點像我們那時候的戒嚴法齁 齁 那就是賦予 港府可以超越 很多基本的法規齁 齁 基本法去 對人民的這些生命財產齁齁 齁 然後予以處置齁 齁 那所以我們是可以做一個呼籲 就是不要去動用這個 那第二個是關於我們自己 齁 齁 因為我們港澳條例第18條是有談到可以因應一些政治的情況對香港朋友予以深遠 可是它定得很簡化 齁 那是不是可以要求我們的行政部門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處理的準則齁 雖然我跟他說不會啦齁 小英總統會連任齁 可是他們希望還是能制度化齁 所以 我們之前談這個難民法 那難民法 的立法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考量 那是不是透過港澳條例第18條把它 更清楚齁 至少修法之前 能讓一些施行的方法更明確一點齁 齁 讓他們比較清楚知道說如果他們未來有這個需要 他們可以怎麼 怎麼怎麼去處理這樣 來 來 請 各黨團表示意見針對 這個共同聲明齁 來 請柯總統 那 上月期我們發表過聲明齁 那 目前 的情況 因為 因為 人家人要擔心這個都沒有錯齁 齁 那 整個 國家在這個事情上面 以總統高額包括開國安非議 包括都發表一些聲明和看法 我想這一部分 國人的看法是一致的 那對於 實際上所提出 今天是這個 曹爾協商的主題是有關開一日期嘛 那 這個共同聲明 我不知道各黨的看法怎麼樣 齁 那以我們各種看法的話 當然包括蘇院長也講過一些話 好 行政院長 行政院長 好 行政院長 行政院長講過一些話 那以現在我們法制面 以及我們的 港下條約等等 包括一些事情細節等等 齁 那 是不是有要進一步 你這裡提到 要求行政院入委 應以立委員 港下條約相關法案 修法通過前 我不知道這個所謂修法 你要怎麼修啦 你也沒有版本啊 沒有什麼 我記得 好 好 那 那 目的 一到十八條有適應序則 這個適應序則 十二條有適應序則 好 你目前這個法制法上面 我們認為齁 你怎麼有 到底 你這樣的講法就是說 一定要修港的條例齁 好 對不對 沒關係 我講一下 這個會討論的沒關係 好 所以 我們 當然 今天我們在執政 好 當然我們也尊重行政院 目前的看法 以及做法 以及總統 在總統 高度上週做一些 做一些講話 四十三八 國安黨委 相當因應 的 措施也 都有在思考 只是 當然這個 不是 隨便這一番公布 所以我認為 目前 以這樣的共同聲明 可能 可能 也不需要 在 我們在 說什麼要相關修法 通過前 要怎麼做 到底要修什麼法 要怎麼修 那個都引發很多問題 不是這樣 在這裡齁 一個共同聲明可以三言兩語 可以 可以 可以處理的 然後 也還沒開議 今天只是講 談那個主題是開的 好 我們應該很神聰的 來注意說 後續的觀察 或者變化的觀察 我要覺得 比 我們公同聲明 早就講過了 比這個更實際 所以 是不是大家可以 這個事情 麻煩實在一樣 大家來爭奏看看 好 以上是 本黨團的看法 曾總召 是 院長 各位同仁大家好 有關 反送中的這件事件 從 6月9號到現在 已經超過 80多天 那就 國民黨團的想法 有兩點 第一點 我們當然 支持 能夠維持 香港的民主自由法治 也要尊重他們的人權 讓 香港 有進步發展的機會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呼籲 港府 還有 能夠 相關的居民 進步的溝通 能夠 讓這事件 趕快 歸於平靜 以免傷害 香港的經濟 跟金融的地位 第三點 我們也呼籲 任何國家 不要介入 香港的 香港的相關的 反送中事件 因為各位很清楚 香港是 世界的金融中心 亞太國家幾乎都透過 香港的籌資 維持 香港的經濟金融地位 有助於 亞太地區的穩定發展 跟和平發展 謝謝 謝謝 好來 結論是 好 我先講啊 我要講 我們的立場 那質疑說要修法 那等這個 我們要看看 民進黨的意見啊 也要看看 執政黨的意見啊 這個不用贅述 所以這個聲明要不要啦 覺得沒有必要啦 OK 好來 請洪信兄 我想大家開頭都是 講的都是一致的啦 這個 對於香港的民主法治 當然這個都是 大家所關心的 那也希望 我們的香港的人民 他們有維持 維持住他們的一個 民主自由的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方向 我想這個 朝野大家是有共同的方向 不過 因為 在這個聲明裡面 牽涉到的是修法喔 那港澳條例 18條 這個部分 有牽涉到行政院 也牽涉到 立法院的部分喔 那 這個 沒有去看它的內容 也沒有去看它詳細的 如何的話 其實在這個時候去提這個 我覺得是有點怪怪的 所以 覺得 這個的 這樣的聲明應該是 有點 有點太快 而且也不對 應該是 在我們現在究竟我們的 行政院 在針對港澳條例 特別是第18條嘛 它的內容究竟是怎麼樣的 就像剛剛 曾總召所說的 所以我們覺得 還是應該是 現在提這個也 好像 它實質上的內容跟它的差距 還是有它的一定的 所以應該是這樣 不符合才對 謝謝 好來 許醫總召 我說明一下 這邊談就是說 有相關修法之前 我的意思不是說它 一定會修成 這個我們 實在立法黨的立場 雖然覺得說 如果難民法 沒辦法立法的話 那一些相關 適用在港澳 朋友身上的 搞不好是可以放到 18條去擴增 那我們也知道這個議程 可能也緩不濟急 那是不是我們現有18條 本來就是說 是可以做這些事 已經有授權了 那是不是讓它 這個實行辦法 更清楚一些 並沒有說 是用這個聲明 去要求18條一定要修 是說在18條修法之前 就是現狀 是不是 主管機關 是不是可以讓這些 辦法更明確一點 那為什麼會這樣提 我們其實已經有四個 應該三個還是四個 在台灣念書的港生 在香港已經被捕了 其中有包含東吳的 有其他學校 這個其實都跟台灣 都會有些相關牽扯 那 像林隆基 就是說那個 書店老闆 他也在台灣 那他們想尋求 相關的庇護的時候 他們不太清楚這個 管道跟程序是什麼 所以我們這邊的聲明 第三點 不是要修法 而是在修法之前 是不是把這個方法明確 那蘇院長 就是行政院長蘇院長說 我們目前的法 是可以用 那可是我們只是希望說 那 在不修法之前 是不是能讓他 這個更明確 那因為他們今天來 其實關心的是這個 因為他們比較擔心 在10月1號之前 可能情勢會更惡化 好 那 在未來 搞不好 他們會希望台灣 有這些方面的幫忙 他們現在不清楚說 這個幫忙 以我所知 目前進行的方式 都表非正式的 好 那他們覺得說 如果有18條 那如果也沒難民法 立法之前 那18條的這些 實行辦法是更明確 那我是建議 是不是大家不要這麼快 就說 拒絕 因為我知道他也會去拜訪 民黨黨團 好 那好像 我看到行程 好像是管委員會接見 好 好 那是不是 大家拿回去 參考一下 好 那如果 真的有這個需要 其實 再開議 因為我們是17號 如果目前看起來是17號開議 開議的時候 再來做一些討論 會不會更完備 不用急著拒絕 這樣 好 來請管委員 是 那對於這一次 香港的反送中事件 其實 台灣的民情 相當相當 絕大多數 表達聲援 還有 官妾 那我們 也 在立法院的院會 發表過聲明 那包括 昨天總統 跟 相關的整個國安機制 也都非常的關心 聽取了報告以後 做了四點的聲明 那有關於這個聲明的部分 因為涉及的是 法律層面的問題 雖然說是行政立法 就是說是行政授權方面的委任立法的層次 不到我們立法院的層次 一個是 今天因為相關主管機關都不在 我們也不能夠說 有一個跟他們交換意見的機會 那第二個是 就是我今天看黃之鋒先生 他還蠻 就是 也蠻客氣的 他也被記者問到的時候 他也說相關 法律面的問題 他 他出來乍到 他也 他不是非常push的 強烈的要求什麼 他沒有 他是說他也會藉由 異議的拜會 然後聽取各方面的意見 我看他也相當的客氣 所以剛剛 許總釗說的 我們還是帶回去 然後這幾天 反正我們也會有機會 來跟這個訪問團對話 是不是我們都帶回去研究 這樣好不好 對 其實我是期待這樣 因為我知道說 之後他還是有一些拜會 然後甚至也有一些公開的演講 那在這時候 可能各黨團 可以再考量一下 好 所以我們 所以也是 很請大家不要 今天就拒絕 回去 再做一些考量 好 那這樣子 針對 這個 時代力量提出的 針對 反送中的共同聲明 那麼我們請各黨團 帶回去研究 看怎麼樣來處理 會讓事情更加的圓滿 那我們也可以轉請行政部門 針對這個建議來做一個討論 這樣就好了 好 好 好 那 開議日由我們發文 他們不配 其實他們 他們不配 好 那麼我們在開日的一個協商 大概已經完成 那麼 時代力量是開日保留 於 由 意識處 直接發文就可以了 那 於 均同意 那這個就符合剛才大家的意見 好 我們今天的協商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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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